昨天在台北捷运这边发生了一起卧轨自杀的案件 一名76岁富人 他就在台北捷运新电区公所这一站跳轨自杀 当场被列车碾毙 也因为这场意外 这时候刚好是下班尖锋时间 造成了捷运淡水线大混乱 五位消防人员齐立抬出覆盖上黄布的遗体 淡水线的新电区公所捷运站 拉起黄色的长长封锁线 工作人员行程人强把月台团团围住 因为在15号下午5点42分 一名76岁老夫人一时想不开跳轨自杀 那时候刚好进站的时候他跳下去 当时这个跳下去的时候 列车马上做这个紧急的刹车动作 可惜已经来不及 这名富人落轨后被卷入列车下 当场死亡 伸手易触 正值下班的尖锋时刻 乘客相当多 捷运公司紧急启动新电区公所到起张站间 单线双向公车 到了晚间7点半左右才全面恢复正常 至于老夫人为什么寻短 详细原因警方还在追查当中